第160章,第一批火药武器,半个月时间转瞬即逝 北郡,天光城,身穿一身褐色铠甲的路程,站在城墙上,注视着远处的漫天飞雪 北地的斥候已经回来了不少,这一次他们的斥候里面,有很多都是蛮族士兵 不得不说,蛮族在草原上是有着极大优势的,尤其是在侦察敌情方面 此时,萧鹏天从城楼下一跃而上,跳到了路程的身边 王爷,按照北地草原各部落的汇聚速度,恐怕还要一个月,他们才能够南下 而且陈估算了一下,北先王发布召集令能够召集的蛮族士兵 最多不超过十五万,听到这话,路程沉思良久 十五万蛮族士兵,就敢在冬天南下攻打北郡 北先王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路程开口问道 我们的探子有没有打听到,魏师摩北先王会选择在冬天南下 听到这个问题,萧鹏天立刻回答道 回王爷,确实有士兵在某些小部落听说了北先王南下的原因 不过,他们只是在小部落打听到的消息 臣不知道真假 他们派出去的探子,很多都是原天狼王部落的蛮族士兵 这部分除了熟悉草原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就是,他们能够和其他蛮族部落交流 从而打探到更多关于草原上个蛮族不足的消息 听到萧鹏天的一番话后 路程随即说道 真假本王会辨别 你告诉本王打听到了一些,什么就行了 萧鹏天立刻说道 据回来的士兵所说 北先王之所以在冬天南下 是因为北先王觉得您抢了他的王妃 他咽不下这口气 听到这话 路程愣了一下 如果他没有打败天狼王的三十万大军 那最后,萧文瑶的确是要嫁给北先王的 不过,为了一个女人就发兵攻打北郡 路程还是感觉有些太牵强了 路程继续问道 没有其他原因了 萧鹏天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北先王认为 天狼王部落的三十万大军重创了北郡 所以,北郡现在已经没有无力抵御他们南下 说到这话 萧鹏天的情绪有些复杂 他当初也参与攻打北郡的战斗 不过最后,却被北王手下的大将俘虏了 此时路程喝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这恐怕才是北先王真正的想法吧 难怪他们会在冬天南下 路程一开始 怎么也想不明白 北先王为何会在冬天南下 毕竟蛮族从来没有在冬天南下过 哪怕是天狼王部落以前 都没有冒着暴风雪 在草原上面行军 北先王的决定实在是太大胆了一些 如果是在冬天行军 很有可能 蛮族的士兵还没有抵达北郡 就已经死了不少人 这对于蛮族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就在路程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一个身穿黑红色锦衣卫衣服的男人 来到路程的面前 参见王爷 看到这个锦衣卫 萧鹏天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甚至已经有拔刀的冲动 眼前这个锦衣卫士兵 正是当初潜伏在天狼王部落的商人吴渊 如今天狼王部落已经全部迁到了北郡 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天狼王部落了 吴渊也因为收集蛮族情报有功 在家锦衣卫最近在扩招 所以他被提拔为锦衣卫签户 虽然萧鹏天已经臣服于路程 他如今和吴渊都是路程的手下 但是萧鹏天一想到以前发生的事情 内心就始终有一种冲动 想要直接把吴渊这个家伙给砍了的冲动 路程问道 什么事?吴渊回答说道 王爷 工匠们已经做出了第一批您需要的东西 并且 我们已经悄悄运来了北郡 听到这话 路程眼睛一亮 大鱼城的工匠才到北郡末多久 居然就做出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路程随即继续问道 你们锦衣卫测试过威力没有? 吴渊回答道 测试过了 比不上榴弹炮的威力 但是也差不了多远 并且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往里面加了不少的金属碎片 杀伤效果会更好 听到 榴弹炮 这三个字 一旁的萧鹏天虎屈一阵 他已经加入北郡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 榴弹炮 是什么? 虽然他还没有资格接触榴弹炮 但是他也知道了当初轰炸他们的那种恐怖武器的名字 就叫做榴弹炮 一听说北王他们居然做出了和榴弹炮威力不相上下的武器 萧鹏天就感觉几倍发凉 果然 属于武者的时代 已经要结束了吗? 也不知道 北王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这模恐怖的武器 当初天狼王部落 要是知道 北郡拥有这样的武器 他们也不会跑来攻打北郡 更加不会被北郡给吞并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 萧鹏天内心也只是感慨一下 这时候 陆臣说道 萧将军 跟本王一起去见识一下咱们的新式武器吧 说到这里 陆臣就一跃而下 跳下了城楼 这时候 萧鹏天瞪大眼睛看着吴渊 见萧鹏天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自己 恨不得把自己生吞活泼了一样 吴渊笑着说道 萧将军 咱们现在也算是自己人了 你不用带着这么大的恨意 看着我吧 萧鹏天冷哼了一声说道 狗腿子 话音落下 萧鹏天也直接从城楼上跳了下去 跟在陆臣的身后 去看新式武器去了 吴渊耸了耸肩膀 完全没有在意 他们锦衣卫 本来就是北王的狗腿子 萧鹏天这话 也没有说错 而且他完全不感觉 这是在侮辱他 在他们锦衣卫看来 能够被人骂是北王的狗腿子 反而是对他们的夸赞 很快 陆臣他们就来到了运送军械的车队面前 陆臣立刻让人打开那些箱子 然后检查了一下锦衣卫 运来的那些火药武器 因为这是工匠们打造的第一批火药武器 所以这些东西也显得比较简陋 基本上一颗铁球包着火药 就算是一颗炸弹了 而且还没有火炮 发射也只能够用投石车 要想造出火炮 还需要材料的进一步发展 不是这么快就能够制造出来的 陆臣也清楚这一点 陆臣随后说道 先拿两颗到草原上去 本王要亲自试试效果 正好天光城如今只是一座军事要塞 没有老百姓 整个城池都只有驻扎的士兵 而天光城外面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在草原上面是这些火药武器 正好合适不过 听到陆臣的命令 一些锦衣卫立刻将一个装有炸弹的武器的 搬到木板车上 然后向着草原拉去 看到那些圆滚滚的铁球 萧鹏天有些无法理解 当初在万宁河谷 把蛮族三十万大军打败的 就是这种铁球 这不就是一颗铁球吗 为时魔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难道这铁球里面 汇聚了一个大宗师一生的功力不成 第161章 轰天雷 锦衣卫将一箱炸弹运送到草原上后 迅速又牵来了一些身上裹着铠甲的牛羊 将它们当成是实验对象 这时候 陆臣从箱子里面 拿出一颗两三公斤重的铁球炸弹 扫了一眼铁球尾部的点火声 现在的炸弹还没有敌火 需要人工点火 这种炸弹非常容易受潮 一旦受潮就很可能无法使用了 不过这是第一批炸弹 将就着用就行了 他相信今后能够制作出拥有敌火炸弹 这时候 吴渊在一旁提醒说道 王爷 工匠们说这是最简单的火药制作出来的炸弹 威力可能达不到您的心理预期 系统给陆臣的火药图纸并不是只有一张 而是有一大碟 并且还有十多种火药类型 这些火药中 有好几种都是以目前的条件无法配置的 大鱼城的工匠虽然比大夏的那些工匠要更加爱动脑筋 但是他们毕竟不具备现代的化学知识 有些东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哪怕将图纸给了他们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懂 听到吴渊说最简单的火药 陆臣心里瞬间猜到了这些炸弹里面装的估计都是黑火药 黑火药就黑火药吧 又不是不能用 陆臣这时说道 没事 将就着用 此时吴渊立刻拿出一个火折子 递到了陆臣的手中 陆臣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点燃了炸弹的火神 随后将炸弹扔向了远处布置好的战争模拟场景 毕竟是有火神的炸弹 炸弹并没有立刻爆炸 而是过了一会儿 踩 哄 的一声爆炸开来 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再看到远处那些被炸得鲜血淋漓的牛羊 萧鹏天被吓得身体一颤 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当初万宁河谷蛮族士兵的肢体被榴弹炸得满天飞的场景 炸弹爆炸之后 产生了大量的白烟 看到有这么多白烟 陆臣就知道 威力估计不太行 他随即上前去查看 众人也赶紧跟了上去 等到那些牛羊的尸体身边后 陆臣发现刚才的炸弹爆炸后 爆炸飞出来的破片直接将那些铠甲都穿透了 不过地上并没有留下太大的坑 同样重量榴弹 绝对能够在地上留下一个大坑 而他刚才认出来的三公斤左右的炸弹 只是在地上炸了很小一个土坑 并且面积也不是很大 当然 他们使用这武器又不是为了炸坑 只要爆炸后 里面的破片飞出来 能够有效杀伤敌人就没有问题 至于炸的土坑大不大 这就没有必要考虑了 想到这里 陆臣说道 嗯 威力不错 等北先王的大军到来后 我们再好好测试一下 这第一批炸弹的威力 听到这话 萧鹏天不仅开始 有些同情起北先王来 惹谁不好 跑来惹北王 这不是找死吗 关键是 他们天狼王部落前不久 才在北军栽了跟头 结果北先王还不惜取教训 甚至还在冬天南下攻打北郡 萧鹏天此时 彭夫已经看到了北先王的最终结局 他不禁有些感慨 看来又有一个草原大不足要消失了 以后整个北地估计都是北王的了 这时候 一个锦衣卫士兵来到陆臣的面前 拿着一个传信的主筒递给陆臣 王爷 京城的情报 听到这话 陆臣立刻接过锦衣卫士兵手中的主筒 然后从里面将情报取了出来 然后认真地看了一下 看完京城传来的情报后 陆臣哼笑了一声 还好他们的反应比较快 那些世家 果然是想要将他给派到前线 去和大午作战 然后把北郡的重骑兵 全给他霍霍了 要不是北先王南下 他恐怕还真的不好找借口 这时候 送情报的锦衣卫士兵说道 王爷 朝廷派的两万大军现在已经到北郡了 估计不到十天就能够到达天光城 陆臣惊讶地说道 这么快 士兵回答说道 属下在京城时和他们一起出发的 他们就只带了一些物资 并且 这两万士兵都是骑兵 听到这话 陆臣陷入了沉默 很显然 朝廷根本就没有打算 派兵来帮助北郡 抵御北先王的进攻 毕竟自己手上还拥有五万种骑兵 他们不想派兵也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 朝廷能够运送一些物资过来 也算是帮了一点忙 反正北郡也穷 什么都缺 蚊子肉也是肉 这时候 萧鹏天在一旁提醒说道 王爷 若是让朝廷大军来了天光城 那到时候 这些武器 岂不是就暴露了 据萧鹏天了解 目前整个大厦 似乎只有北王手上 拥有这种恐怖的大杀器 很显然 北王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他不可能将这些武器 交给大下朝廷 听到萧鹏天的提醒 陆臣想了想 朝廷的军队确实是一个麻烦 北先王大军 最起码还有一个月 才会抵达北郡 如果在路上遇到点什么危险 比如严重的暴风雪天气 北先王大军 甚至还要更晚才能够抵达北郡 要是朝廷大军 在战争之前就来了天光城 到时候 北郡士兵对北先王的军队 使用这些炸弹 岂不是就暴露了北郡的秘密 陆臣其实一开始想的是 朝廷会议和大午爆发战争未有 然后拒绝派兵支援北郡 没想到 朝廷最终还是象征性的 派了两万骑兵过来 想了一下后 陆臣对面前的送信的锦衣卫士兵说道 立刻去燕城 告诉秦玉山和李锐 想办法将朝廷的两万大军留在燕城 让朝廷大军守在第二线就好 不用来天光城了 朝廷这次派来的又是左相的儿子林修明 林修明是一个聪明人 上次林修明来了北郡后 比较老实 一直管控着朝廷的七万士兵 不让他们到处乱跑 看得出来 林修明明显是不想和他这个北王产生冲突 陆臣相信当林修明听说自己让他留在燕城后 应该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 林修明为了不和他产生冲突 大概率会乖乖待在燕城 他们和北先王的战争 也不差朝廷的两万亲戚兵 听到陆臣这话 送信士兵立刻说道 是 王爷 好了 你抓紧时间回燕城吧 属下告退 送信士兵话音落下 便转身迅速离去 这时候 陆臣正要转身离去 吴渊开口说道 王爷 这些武器都还没有名字 要不您得取一个名字吧 听到吴渊的提议 陆臣想了想 随后说道 我们的敌人经常误认为 我们能够召唤天雷 那今后这些炸弹 就统成为轰天雷吧 好了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把这些轰天雷 拉到军械库去 注意防潮 这一批炸弹的威力 让陆臣感到非常满意 他觉得 已经不用过多测试 接下来 只需要等待北先王到来就行了 他相信 北先王一定会 因为他准备的惊喜 而感动的流泪 第162章 我们当然 要听从北王的命令 林修明 带着两万骑兵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到达了燕城 和上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 他们行军速度 显然快了很多 再次来到燕城的南门 林修明心中感慨万千 上次他们火急火燎的 跑到燕城 他们甚至都已经 做好了兵败的准备 结果进城后才发现 别人北王 已经把蛮族的 三十万大军 都给收拾了 他带来的七万士兵 只不过是搬运工罢了 看着燕城南门打开 路上来来往往的老百姓 一个士兵 在林修明旁边说道 将军 属下怎么感觉 北郡似乎一点都不像是 爆发了战争的样子 听到士兵的话 林修明陷入了沉默 上次他们来燕城 燕城城门紧闭 路上别说是人了 连只老鼠都很难看到 怎么今天的燕城 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完全没有战争时期的 严肃氛围 该不会他们又来晚了 战争又已经结束了吧 难不成他带来的两万人 又成了班师队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穿黑红衣服的壮汉 和一个身穿青色粗布衣服的男人 出现在城门口 此时 那个身穿黑红衣服的人 开口说道 奉北王之令 下官已经在燕城攻后将军多时 听到那个男人的话后 林修明立刻从马上下来 直接走到了秦玉山和李锐的面前 上次他在燕城就羡慕他们两人 秦玉山经常帮北王传话 所以林修明对他也有些熟悉了 知道秦玉山是北王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宗师 林修明这时候客气地说道 李大人 秦前辈 不是说北先王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了吗 怎么现在看起来整个北郡风平浪静的 一点耶律南烟都不像是有战士的样子 李锐满脸笑容说道 林将军 北先王的确要带领二十万大军南下 只不过王爷这次把战场放在了天光城 所以燕城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林修明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了 我奉朝廷之命 带了一些粮食和郁寒的物资前来 这是物资单 你们清点一下 等你们把物资清点完后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再带着我身后两万骑兵 直接赶往天光城 协助王爷抵御北先王的大军 听到林修明这话 李锐看了一眼身边的秦玉山 他显然是在等秦玉山说话 秦玉山此时说道 林将军 王爷让下官转告你 朝廷的两万大军待在燕城就行了 燕城是抵御蛮族南下的第二道防线 至关重要 需要有一位有胆破 有实力 有谋略 有 秦玉山话还没有说完 林修明就立刻打断说道 停停停 秦前辈 我知道王爷的意思了 待会儿 我会带着我身后的两万士兵 驻扎在上次来燕城驻扎的地方 见林修明这抹懂事 秦玉山也不再多说什么 此时李锐面带笑容说道 林将军 若是你们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派人来找本官 本官一定会想办法满足你们 林修明说道 那就麻烦李大人了 随后 他们不再过多废话 林修明再次带着军队来到了上次他们来燕城驻扎的营地 看到营地上面还有他们之前驻扎后留下的痕迹 林修明感慨万千 他就知道自己来北郡后屁事没有 朝廷还不如派他去和大武作战 来北郡 什么军功都捞不到 只能够天天待在军营之中 这时候 林修明的一个心腹小声问道 将军 我们难不成真的要驻扎在这里 朝廷好歹给咱们下了军令 让咱们协助北王抵御蛮族南下 要是让朝廷知道 咱们一直在后方 在燕城待着 连蛮族士兵都没有见到 恐怕到时候朝廷会有不少官员要弹劾你 听到这话 林修明笑了笑 随后说道 朝廷的确是让咱们协助北王抵御蛮族 但是军令里面也说了 我们来了北郡之后 要听从北王的调遣 是北王让我们守在燕城的 我们当然要听从北王的命令 听到这话 林修明身后的士兵们想了想 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让他们一直在军营里面待着 这让他们怎么受得了 这次朝廷给林修明派的两万士兵 恰好是上次那七万人中的骑兵 他们上次来北郡待了这么久 什么都没干 每天就在军营里面待着 林修明为了不和北王产生冲突 也不让他们到处跑 这些士兵打仗的时候 都没有感到那么枯燥过 他们就好像是被囚禁在了军营里面一样 上次才被关了这么久 他们这才回到京城末多久 就又要被关在军营里面 说实话 士兵内心是有着无法接受的 这还不如让他们上战场 杀敌建功 虽然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战争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贪生怕死 林修明带的这两万人是什么人 是大夏的精锐 他们都是战场上杀出来的 有很多甚至还参与了当年灭成国的那场战争 把他们这些人关在军营里面 什么都不让他们做 他们内心只会更加暴躁 这时候林修明的一个心腹实在忍不了说道 将军 您不会打算又让我们一直待在军营里面吧 林修明想了想 觉得一直将这些士兵关起来 好像也不是个事 于是说道 在燕城驻扎期间 操练结束后 你们可以进入燕城放松 但是本将军要提醒你们 若是谁在燕城犯了事 本将军会不念旧情 直接将你们交给北王府处理 见林修明同意他们进入燕城放松了 士兵们立刻用高昂的声音说道 是 将军 虽然不能够上前线杀敌建功 但是只要能够进入燕城吃饭喝酒什么的 也总比每天待在军营里面强 士兵们非常高兴 总算是不用像上次那样 每天被关在军营里面了 与此同时 大武王朝 立正殿 一个头发花白 但是看起来又只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正站在百官前面向武皇敬言 此时 整个大殿只有他一人的声音 并且 他的声音还在大殿不停地回荡着 陛下 二十年的对外战争 已经造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妻离子散 如今民间已经是民怨沸腾 继续下去 大武有轻腹之危 以往大武对外的战争 都还只是针对一些小国 但是大夏王朝乃千年王朝 即便他们内部矛盾不断 大夏的军事实力 也依旧和大武相差不远 即便是生病的猛虎 只要他的牙齿 还是锋利的 我们 就不应该招惹 诚恳请陛下 收敛好战之心 尽快派使者前往大夏 和大夏签订合约 结束战争 第163章 五云晚 随着丞相柴继良的话音落下 此时的大武朝堂 无比安静 百官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 站在最前面的柴继良 很显然 谁都没有料到 柴继良居然会劝武皇结束战争 武皇登基之后 就一直在对外发动战争 如今大武王朝的面积 已经比过去大了三分之一 这些都是武皇的功绩 也是武皇一直喜欢拿出来吹嘘的东西 而今 居然有人敢站出来 劝他不要再对外发动战争 甚至还说 大武王朝有轻负的危机 这不是作死吗 虽然柴继良是丞相 但是在大武王朝 丞相可不是安稳的位置 武皇登基以来 就不知道 已经解决了多少个丞相了 有人甚至都在怀疑武皇 是不是打算 今后直接费下 从此不再设立丞相这个职位 柴继良的头真铁 大武和大夏的战争 这才刚刚开始 他居然就敢跳出来 劝告武皇结束战争 武皇怎么可能会答应结束战争 战争才刚开始末多久 大武就占领了大夏两个郡 这明摆着大夏就是不行了 对于一个沉迷于土地扩张的君王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停下来 此时龙台上身穿黑色金丝边龙袍的武皇 正死死地盯着龙台下的柴继良 大殿的气氛显得无比的沉闷 龙台下的百官身上都在不停地冒着汗水 此时闷热的空气让人们甚至感觉到呼吸困难 过了不知道多久 武皇才哼笑了一声说道 柴继良 朕看你是当了几年丞相 就有些认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了 朕登基以来 为子孙后代打下了这么多土地 在你柴继良眼中 朕反而变成了一个不顾百姓死活 只知道发动战争的暴君 听到武皇这话 柴继良不卑不亢地继续说道 陛下为子孙后代打下了无数土地 这的确是陛下的功解 一开始老百姓们也对陛下赞赏有加 但是年年的战争 已经让大武的老百姓们厌倦 如今陛下打下再多的土地 老百姓的脸上也不会有任何笑容 陛下走得太快 老百姓们已经跟不上陛下的步伐 陛下 该休息了 您需要休息 大武王朝需要休息 老百姓更需要休息 听到柴继良这番话 武皇冷笑了一声 见武皇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阴沉 这时候 礼部尚书耿成光站出来说道 柴相 您该不会是收了大厦王朝的好处 所以才站出来 劝说陛下结束战争吧 现在谁不知道 大厦内部矛盾重重 实力已经大大削弱 这个时候不灭大厦 今后可未必还有这样的机会了 柴继良冷声说 耿尚书 恐怕 你才是那个收了钱的人吧 本官早就听说 你和大厦的楚家来往密切 每年楚家的 都会送你不少礼物 而夏皇早就 想要灭掉楚家 你三番五次 怂恿陛下攻打大厦 不顾大武百姓死活 适合拘兴 你自己清楚 耿成光立刻说道 柴相 你可不要随口与人清白 凡事都要讲证据 此时柴继良正要说什么 龙台上的武皇 用雄厚的声音说道 够了 话音落下 武皇看着柴继良 冷漠地说道 柴相身体有样 从今天起 就在家好好休养 丞相一直 有耿成光赞带 听到这话 柴继良立刻弯腰行李说道 沉 谢陛下龙恩 武皇懒得继续废话 直接起身 衣袖一挥说道 退朝 随后武皇便离开了立正殿 他一走 一些官员就幸灾乐祸地说着风凉话 柴大人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这下好了 把自己的官位都给搞磨了 柴大人 我看陛下说得一点没错 你是当了几年丞相 就弄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了 我大五的军队都快要打到大厦的京城了 柴大人居然还跳出来反对陛下 这要是说没收大厦的钱 本官才不相信 柴大人 您还是回去好好养病吧 最好是找大夫看看脑子 哈哈 听到官员们的冷嘲热讽 柴继良完全没有当回事 他直接朝着大殿之外走去 在大五就是这样 丞相只不过是一个干活的人 要说手上有权力 那也的确有一些权力 但要说有多大的权力 从刚才那些嘲笑柴继良的官员就能够看出来他手上那点权力 根本不算什么 他的权力随时都是能够被剥夺的 所以朝廷也没有多少官员害怕他这个丞相 大五 皇宫 青云殿 一个身穿紫色长裙的女人 坐在踏上 他修长的双腿胶叠放着 女人长的倾国倾城 花容月貌 兵机玉骨 身上似乎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此时的她手中正拿着一个竹简 她的目光都汇聚在竹简上 这时候 一个丫鬟进入大殿说道 公主 柴相来了 女人轻声说道 让她进来 女人的声音成熟且富有韵味 让人听了 感觉是沐浴在春风中一样 很快 柴继良进入大殿 沉败见长公主 五云晚 嗯 了一声 随即问道 不知柴相今日来本宫的青云殿 是未了何事 柴继良直接说道 殿下 陈今日劝告陛下 结束和大下的战争 惹恼陛下 最终被陛下剥夺了相位 现在已经不是丞相了 听到柴继良这话 五云晚美谋一台 随后不禁倾笑了一声 让我父皇结束战争 柴大人 你可真爱说笑 说到这里 五云晚注视着柴继良 随后说道 说吧 你找本宫有什么事 难不成你打算让本宫去劝说 五父皇 让他结束战争 若是柴大人 是这么想的 那柴大人 还是请回吧 柴继良立刻说道 公主您误会了 下官找您 是希望您能够利用您的关系 让月皇时刻注意北方的情况 听到柴继良这话 五云晚顿时倍感困惑 北方 本宫和月皇的关系是不错 但本宫为何要让月皇注意北方 柴继良说道 北方有大夏的五万众骑兵 若是这五万众骑兵 借到大约 很可能会直接切断大五军队的后路 听到柴继良这话 五云晚依旧面带微笑 柴大人指的是大夏北王手上的五万众骑兵 五云晚不是一般的公主 她手上有很大的权利 这使得她对各大王朝和国家的事情 都非常了解 她也清楚柴继良说的五万众骑兵是怎么回事 柴继良说道 正是 五云晚随后不以为然地说道 柴大人尽管放心 那五万众骑兵不可能接到大约 大约为了防止蛮族南下 调了二十万士兵北上 先不说北王接到大约王朝月皇 肯定不会同意 就算他们悄悄地从大约王朝的土地上经过 那二十万大军也会将他们拦下来 第164章 本宫对这个北王倒是很有兴趣 听到五云晚的话后 柴继良说道 既然常公主都这么说了 那臣就放心了 这时候 五云晚扫视了一眼柴继良 然后继续说道 本宫很好奇 柴大人为何要让我父皇结束战争 莫非柴大人收了大下的银子 柴继良立刻回答道 常公主 臣之所以劝陛下结束战争 完全是因为大五已经无法再承受战争带来的恶果 如今的大五已经名不聊生 大五常年保持着上百万的军队 这使得大五耕种的人越来越少 若是战争再这么打下去 有可能激起明辩不说 大五也很快就会遭遇大范围的饥荒 老百姓们已经厌倦了战争 士兵们也厌倦了战争 哪怕占领再多的土地 也看不到他们脸上有笑容 他们的脸上只有麻木和疲惫 听到柴继良这话 五云晚发出了清零的笑声 柴大人还真是忧国忧民 也难怪头发都快白完了 明明比本宫大不了多少岁 不过本宫还是劝柴大人 最好不要忤逆我父皇 他现在还容得下你 要是柴大人继续和他作对 恐怕就不是剥夺你丞相之位 这模简单了 自他登基以来 换了五任丞相 那些丞相可都没有好下场 柴大人可不要不了他们的后臣啊 柴继良弯腰作衣说道 多谢常公主提醒 陈今后会注意的 这时候 五云晚想到了刚才那个话题 于是继续说道 柴大人怎么看大夏北地的 那五万众骑兵 现在朝堂上有不少大臣 都认为那五万众骑兵 是夏皇的私兵 不过从本宫打探的消息来看 夏皇似乎一直都很不喜欢北王 而且他的那种不喜欢是源于北王的母亲 不太像是装出来的 本宫不太相信 夏皇会将这模重要的众骑兵 交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子统领 听到这个问题 柴继良沉思了片刻 随后说道 陈也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的出现 有些太突然 就算这五万众骑兵 是夏皇的私兵 打造五万套众骑兵的铠甲时 必定也会引起大夏各大师家的注意 不过据陈了解 在这五万众骑兵 出现在北郡之前 大夏境内的师家 对这五万众骑兵 完全不知情 而北郡又不具备 打造五万套铠甲的能力 更何况 北王才到达封地一年左右的时间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打造五万套众骑兵的铠甲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在柴继良看来 夏皇的一举一动 都是受到世家监视的 如果只是 打造几千套铠甲 或许世家不知情 但是 打造五万套众骑兵 需要的铠甲 就不一样了 这需要非常多的工匠 还需要很多资源 大夏的世家 掌控着大夏的经济命脉 掌控着大夏的种种资源 不可能夏皇打造五万套众骑兵铠甲 他们都没有发现 即便是没有直接发现 也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但根据大午收集的情报来看 大夏的那些世家 是完全没有想到 夏皇手上 还有一只五万人的众骑兵 听到柴继良这番话 五云碗将手中的竹简放在桌上 然后直接起身 此时一阵微风吹来 五云碗的紫色长裙 不断随风飞舞 五云碗若有所思地问道 这么说来 柴大人也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 不是夏皇的私兵 而是北王手上的兵 柴继良回答道 陈同样不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 是北王的私兵 夏皇打造众骑兵的铠甲 会被世家察觉 没道理 北王打造这五万套 众骑兵铠甲世家 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 陈认为 北王手上的五万众骑兵 很可能来自其他王朝 听到柴继良这话 五云碗笑盈盈地说道 柴大人的这个猜测 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柴大人 有没有想过 若是这五万众骑兵 来自其他王朝 那他们是怎么到达北地的 北郡以北是蛮族 西南角是大越 东边是大海 无论这五万众骑兵 从什么地方前往北郡 也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柴继良说道 陈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据陈分析 这五万众骑兵 最有可能来自北地以北的地方 北地只有蛮族 北地以北的地方 有什么 鸡大王朝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也从来没有 去探索过 所以 陈怀疑 北地以北的地方 还有其他王朝的存在 只不过 我们并不知道 听到柴继良的话 五云碗陷入了沉思 他喃喃而语道 北地以北魔 这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北地的冬天 已经冻得蛮族都待不下去了 本宫倒是有些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种族 能够在北地以北的地方生存 甚至还能够创建国家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柴大人和本宫 都不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 受到大下控制 那柴大人 也没有必要担心 这五万众骑兵会 出现在大下和大五的战场上 柴继良说道 常公主 虽然陈并不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 完全受到大下控制 但是从这五万众骑兵 帮助北郡 打败蛮族三十万大军来看 这五万众骑兵背后的主人 是明显偏向于大下的 所以 陈依旧认为 这五万众骑兵 会出现在战场上 而且 大下的世家 也必然会想办法 让这五万众骑兵 前往战场 就在这时候 一个丫鬟进入宫殿 她静止 走到五云碗的身边 小声说道 常公主 来自大下的情报 说到这里 那个丫鬟 将手中的情报 递给了五云碗 五云碗随即 接过那份情报 认真地看了一眼 随后 五云碗微笑着 对柴继良说道 柴大人 现在你不用担心 那五万众骑兵 出现在战场上了 本宫的人传来消息 北先王率领 二十万大军南下 北王还需要 那五万众骑兵 抵御北先王的大军 这 柴继良愣了愣 他随后 用怀疑的语气问道 常公主 北先王怎么 会在冬天南下 五云碗淡淡地说道 这本宫就不清楚了 不过大下朝廷 已经派了两万骑兵 带着物资 北上去支援北郡了 这个消息 已经得到了多方的证实 见五云碗都这么说了 柴继良心中 总算是稍微放心了一些 五云碗这时候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本宫对这个北王 倒是很有兴趣 明明是所有人眼中的废物 却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关注 据本宫所知 除了这五万众骑兵之外 玄岳宫也有人去了北郡 而且去北郡的 还是玄岳宫的公主 她身上要是没有特殊的价值 这五万众骑兵幕后的国家 也不可能派五万众骑兵 去北郡 帮北王抵御蛮族三十万大军 更不可能让玄岳宫的公主 亲自跑一趟 本宫很想知道 她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第165章 战场不是循环作乐的地方 听到五云晚的一番话后 柴继良也觉得有些道理 她随即说道 常公主的猜测不无道理 不过北王是玄岳宫的神子 玄岳宫的公主去北郡 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原因 五云晚走到大殿中间 注视着大殿外飘起的小雨 然后说道 柴大人莫非真以为 玄岳宫的神子对玄岳宫很重要 依本宫看 楚乐这个神女还活着 北王才能够算是神子 楚乐死了 那北王对于玄岳宫来说 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皇子 若是玄岳宫还认北王是神子 那就只能够说明 北王身上有玄岳宫想要得到的东西 能够让一个超级势力 和玄岳宫同时想要得到的东西 柴大人就不好奇是什么吗 五云晚所说的超级势力 显然是指 给了北郡五万众骑兵的那个神秘国家 能够一下子拿出五万众骑兵 并且愿意让这五万众骑兵 帮助北王的国家 必然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要知道 他们大五王朝这模上武的国家 都没有五万众骑兵 那个神秘国家 被称为超级势力也不畏过 听到五云晚的这番分析 柴继良沉思了两久 五云晚继续说道 本宫现在越来好奇北王身上到底有什么价值 看来得安排一些人去北郡了 说到这里 五云晚扫了一眼柴继良 随后问道 柴大人 你还有其他事吗 听到五云晚成熟温润的声音 柴继良顿时回过神来 他立刻说道 陈没事了 陈先告退了 说到这里 柴继良便转身离去 注视着柴继良离去的背影 五云晚似乎心里在想些什么 等柴继良离开大殿后 一个丫鬟才在五云晚身边说道 长公主 奴婢听闻柴大人前不久 又拒绝了一门轻视 五云晚冷漠地说道 多嘴 见五云晚似乎生气了 丫鬟连忙闭嘴 五云晚这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 真羡慕月皇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本宫才能够像他一样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了 陆成在天光城等了一个月 身体都受了十多斤 还从来没有谁让他等这么久过 虽然陆成是王爷 待遇要比一般的士兵更好 但是天光城的条件 显然比不上燕城 再加上天光城和燕城之间的路 并不好走 下雪以后 运送物资也变得困难了不少 在天光城吃得用得住的 都完全没办法和燕城比较 不过好在陆成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强 而且他毕竟是带兵出来的王爷 他一个王爷 如果都抱怨环境差 那以后选打什么仗 此时的陆成 正在火炉边烤火 他一边烤火 一边打量着 这个从燕城送来的火炉 木精武说道 王爷 属下听说 有老百姓捡黑石荡木材烧 结果第二天就被发现 毒死在家中 我们真的要用黑石替代木材吗 火炉里面燃烧的 正是工匠们处理过的煤炭 陆成虽然人已经离开了燕城 但是工作还是给北王府安排好了 制造火炉和开采煤炭这些事情 都是在陆成离开燕城以后才进行的 对于煤炭这种东西 这个世界的人并不了解 他们还以为这是石头 现在燕城的百姓都把煤炭称为黑石 一开始 老百姓也不知道 黑石能够点燃 半个月前 王府推出了一种叫做 煤炭 的燃料和火炉 煤炭点燃后 烧一个晚上都没有问题 自从有了这种特制的火炉和煤炭 人们晚上基本上不用起来 给火盆加木材了 北王府的煤炭和火炉 一下子推广到了整个北郡 而后有老百姓发现了 王府制作煤炭的材料 是黑石 一些老百姓想着能省则省 于是就悄悄地自己去找黑石来荡燃料 结果 北郡一下子有不少老百姓 都被黑石燃烧产生的烟气给堵死了 这也使得一些老百姓 有些担心 煤炭会不会也把人给堵死 虽然北王府已经贴出了通告 向老百姓说明了 煤炭是加了一些东西 去除了有毒物质 并且还提醒老百姓们 要保持通风 但是仍旧有老百姓不敢使用煤炭 别说老百姓了 就算是北郡的一些官员 都不敢使用煤炭 眼前的穆金武 就非常忌惮煤炭这种新东西 听到穆金武的话后 陆臣说道 穆校尉 本王不是已经让王府发了通告 告诉人们 使用煤炭的注意事项吗 怎么你看起来 还是对煤炭有抵触心理 穆金武说道 属下就是觉得 这煤炭点燃后有些枪鼻 可能会对身体有害 陆臣淡淡地说道 这是正常的 我们使用的这些煤炭球 和一般的黑石 已经不一样了 这种炭球点燃后 有毒气体已经大大减少 只要保持通风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北郡今后过冬 就靠你们口中的黑石了 你们得抓紧时间习惯一下才行 要是你们这些人都不敢用煤炭 老百姓们又怎么敢用 穆金武惭愧地说道 王爷说的是 这时候 萧鹏天来到房间里面 王爷 燕城送来了几个丫鬟 说是送来照顾您的 陆臣是王爷 身份尊贵 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北王府有些人 怕陆臣在天光城受苦了 所以 特意送来了一些丫鬟 照顾陆臣的饮食起居 听到这话 陆臣眉头一皱 关心他自然是好事 但是他现在可是在领兵打仗 怎么能够搞这些特殊 他立刻说道 把他们都送回去 就说本王不需要人照顾 这 穆长天在一旁说道 王爷 您毕竟是王爷 天光城环境恶劣 怎么能够没有人照顾 陆臣严肃地说道 这里是战场 不是循环作乐的地方 任何人都不能够搞特殊 哪怕本王也是一样的 别看这一个月来 白青青一直都在陆臣的身边 但是 陆臣是一直没有碰过白青青的身子 他要是在后方 在燕城 可以随便来 但是战场上就不行 陆臣还打算今后整顿军营呢 如果自己这个带兵的王爷 都在前线乱来 以后其他将领 不也跟着有样学样 要是将领都跟着他学 那些士兵搞不好 也要被带坏 所以 陆臣即便忍着 也不会动白青青 看到陆臣的表情这么严肃 慕长天内心 都不禁有些钦佩起陆臣来 陆臣这么好色的一个人 居然能够 在天光城忍这么久不碰女人 实属不易 而且 大夏军队的军纪 一直都不怎么好 别说是大夏 各大王朝得的军纪都差不多 萧鹏天愣了一下后 便立刻说道 属下这就让他们回去 随即萧鹏天转身离开 陆臣这时候 对着房间里面的人说道 记住本王的话 从今天开始 前线的军营之中 不能出现军纪一类的女子 打完仗 士兵们回到后方 想怎么玩怎么玩 但是在前线 都给本王老老实实的 第166章 北先王大军南下 此时的陆臣 其实是有一些生气的 陆臣不是傻子 卫士魔他在天光城 待了一个多月了 北王府没有给自己送丫鬟 结果现在给自己送丫鬟来了 这很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 说自己 在天光城过得不好 所以 北王府才会有人 给自己送丫鬟来照顾他 那些人通风报信的人 真的就是因为 他是王爷 所以 害怕他在天光城吃苦 只能够说未必 陆臣这些天 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有一些北军的士兵 议论他把白青青 调到了别的军营去 身边连女人都不留 王爷身边都不留女人 搞得他们那些 士兵连跑来军营买身的女人 都不敢碰 这让陆臣有些怀疑 是不是有人 想要让自己开个头 然后他们好跟着学 这样 他们心里就没有压力 见陆臣生气了 慕长天 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于是立刻半跪下来说道 王爷 士臣让人带话给王妃 告诉了王妃 您在军营的生活 臣有罪 请王爷责罚 听到慕长天这话 陆臣心里喝笑了一声 他就知道 是有人通风报信 陆臣这时候说道 慕将军 这次本王就不计较了 但是下不为例 起来吧 慕长天随即说道 谢王爷原谅 话音落下 慕长天站了起来 等慕长天起身之后 陆臣继续说道 最近本王发现 天光城来了不少妇女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听到陆臣这话 慕长天瞬间就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陆臣刚才就已经明说了 今后军营里面 不准再出现军纪一类的女人 那些跑来天光城的女人 虽然不是军纪 但是 他们来天光城的目的就是卖身 只要士兵们给他们钱 他们就和士兵过夜 可以说他们和军纪没有什么区别 慕长天立刻说道 王爷 陈待会儿就让人将那些女人赶出天光城 陆臣继续说道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有些话本王就明说了 待会儿你们回去也将本王的话告诉士兵们 本王的军队 军纪必须言明 到了战场上就要把所有心思放在战争上面 别总是想着吃喝玩乐 当然 这话不仅是对士兵说的 也是对你们说的 这时候 慕长天说道 王爷 您的想法成理解 不过军队中士兵鱼龙混杂 想要让他们完全服从命令 不让他们去找女人 这个恐怕并不容易 听到慕长天这话 陆臣一点都不意外 慕长天说的没错 现在北军的军队里面 什么样的人都有 和陆臣想象中的军队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 陆臣看着慕长天问道 慕将军 你觉得本王的黑骑兵如何 慕长天说道 另行禁止 军纪言明 陆臣笑着说道 既然黑骑兵都能够做到 那北军的军队就做不到吗 这 慕长天想了想 这倒也是 不过这么一来 就要整顿军队了 到时候 恐怕要剔除掉不少士兵出去 陆臣继续说道 本王打算 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 建立一支军纪言明的新军 今后有犯罪记录 有犯过事的士兵 亦或者流民 通通不准 加入本王的新军 陆臣话刚说完 李峰就提醒道 王爷 北军多流民 若是不招流民进军队 那些流民没了去处 聚在一起 恐怕很容易闹事 自古以来 军队里面 就有不少的犯人 或者流民 在皇帝看来 那些犯人和流民 都是战争的炮灰 是消耗品 所以 让他们上战场 再适合不过 如果北军不招流民进军队 一旦流民多了 对北军的治安 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陆臣淡淡地说道 李将军的考虑 不无道理 不过 本王已经给那些流民 找好了去处 听到这话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没有在说什么 他们大概已经猜到了 陆臣所说的好去处 是什么地方了 北军的指导 已经开始建设了 而煤矿 也在大量的开采 这些都是需要劳动力的 北军的那些流民数量 在北军的劳动力缺口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这时候 陆臣继续说道 军队的思想 一定要转变 不能够什么人都要 如果军队里面 都是一些流氓地痞 老百姓又怎么会信任 本王的军队 老百姓若是连本王手下的军队 都不信任了 又怎么可能信任本王 北军的军队 是和本王绑在一起的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如果军队的风气 一直都比较浮躁 进了军队 就总想着升官发财 不是为了保家卫国 这样的军队打胜仗还好 要是一遇到一点挫折 士兵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自身的利益 到时候 整支军队瞬间 就会失去战斗力 本王可不想在有生之年 看到本王手下的军队 被敌人一触击溃 此时 穆长天众人都安静地 听着陆成的讲话 他们都感到有些惊讶 陆成这个天天待在王府的王爷 对军队的建设 还有这样的见解 陆成继续说道 穆将军 今后北军新军的建设 就由你来负责 记住本王的话 新军招收的士兵 一定都是最优秀的人 新军的建设 要向黑骑兵看齐 以前军营里面的那些歪风邪气 通通都不准再出现 穆长天立刻说道 是 王爷 陆成此时从座位上起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本王去城墙上透透风 你们多想想 本王刚才说的话 琢磨一下 今后北军的新军建设问题 话音落下 陆成就离开了房间 众人异口同声说道 恭送王爷 等陆成走后 房间里面的将领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过了半晌 穆金武才开口说道 爹 王爷刚才说新军 今后要招收最优秀的人 打仗不就是消耗吗 要是把优秀的人才 都给打磨了 今后北军 岂不是都剩下一些地痞流氓 陆成的观念 在这个时代 还是稍微有些超前的 虽然大下的军队 也在强调 军纪严明 但是无论口头上怎么强调 大下的军队 都很难做到 像黑骑兵那样的另行禁止 可以说 黑骑兵是穆长天看到的最忠诚 军纪最严明的一支军队 北军的常规军队 完全没有办法和黑骑兵比较 而且穆金武说的也没错 在统治者看来 在朝廷的高层官员看来 打仗就是要死人的 所以 还不如将那些犯人和刘明拉去打仗 这么一来 犯人死了 他们也不心痛 但是陆成却说 要让最优秀的人进入军营当兵 穆长天思考了片刻 随即说道 我大概明白王爷的意思了 听到穆长天这话 众人都看向穆长天 希望他能够给他们解惑 在座的人都 没有几个理解陆成的想法 他们现在很好奇 为是魔王爷会有这样的思想 穆长天摸了摸胡须 随后说道 王爷整顿军营 恐怕是为那个位置做准备了 听到这话 众人心里一正 那个位置 虽然穆长天没有明说 但是他们也听出来了 穆长天说的那个位置 是什么位置 很显然是皇位 穆长天继续分析道 藩王的军队 军纪都很差 烧杀抢掠的事情 没少干 这也使得老百姓们 很不信任藩王的军队 认为那些士兵和土匪 没什么区别 王爷刚才也说了 他和北军的军队是绑在一起的 军队做的什么事情 最终都会影响到他的名声 所以 王爷要整顿军营 让今后北军的军队 不再有流氓地痞 让老百姓们 信任他手上的军队 你们想想 若是有一天 北王这支军纪严明 从不烧杀抢掠的军队 攻打敌国时 敌国的百姓 听说了北王的军队 军纪严明 从不烧杀抢掠 你觉得 那些百姓会怎么选择 穆长天这话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房间内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他们似乎都明白了 陆臣的用意 虽然穆长天假设的是 攻打敌国 但是谁都知道 北王想要获得皇位 并不容易 大厦很可能有一天会 爆发内战 如果北王这支军纪严明 且不会烧杀抢掠的军队 出现在其他藩王的土地上 其他郡县的老百姓 一定会欢迎他们的到来 不是所有老百姓 都能够接触到北王 他们也不一定了解 真正的北王 是什么样子的人 但是北王的军队 肯定是会和老百姓们接触的 老百姓从北王的军队 就大概能够判断出 北王是什么样的军王 若是大厦 真的爆发内战 一个地方的老百姓 是欢迎军纪严明 从不烧杀抢掠的军队 还是会欢迎 其他藩王的土匪兵 这似乎根本不用多想 穆长天继续说道 其实 王爷的这种做法 还有一个好处 流氓地痞不进军营 那想要整顿军纪 就更加容易了 现在军营里面闹事的 大多都是那些犯过事的 或者那些三教九流 朝廷的军队 也一直在强调 军纪严明 但是 自从陛下登基以来 无论 他怎么整顿军营 收效依旧甚微 这主要还是因为 构成军队的士兵出身有问题 如果一支军队里面 只有一两个流氓地痞 那这一两个亥群之马 在严明的军纪面前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但若是一支军队里面 有一群流氓地痞 聚拢在一起 这样的军队 无论上面怎么强调 军纪严明都没用 这就和朝堂上面 世家之间的官官 相互是一个道理 说到这里 穆长天不仅感叹道 王爷这个方法 实在是妙啊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 从士兵的出身 就开始挑选士兵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新军的战斗力 听到穆长天这番分析 房间里面的其他将领 都对新军产生了期待 同时 他们也更加佩服陆臣 佩服他居然 一下子就看出了 大下军队的症结所在 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要知道 北王今年才十六七岁 而且他 很少领兵打仗 也就最近这一个月 一直待在军营之中 他们这些长年 待在军营里面的老油条 都没有想到 整顿军纪的好方法 但是 北王只待了一个月 就想到了 应该怎么做 不愧是有先缘的天命之子 与此同时 城墙上 陆臣站在风雪中 眺望着远处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了 大地在微微的震动 风雪之中 似乎也出现了 朦朦胧胧胧的人影 陆臣是宗师 他的感知力 已经大大提升 所以他比城墙上的其他人 都要先察觉到 北先王大军的靠近 看到远处模糊的一团黑影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让他等了足足一个月 总算是来了 他还从来没有等 谁等这么久过 这时 身为宗师的萧鹏天 也察觉到了 北先王大军的靠近 他立刻大喝一声说道 敌人来了 全军戒备 听到萧鹏天的话后 传令兵立刻敲鼓 下一刻 鼓声在天光城的上空回荡 还沉浸在陆臣智慧 熏陶下的穆长天等人 瞬间被这鼓声唤醒过来 他们连忙离开房间 来到城楼上 此时 天光城的所有士兵 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城墙上士兵们 也开始搬运轰天雷 很快 轰天雷和投尸车 就已经就位了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随着马提升越来越近 远处的人影 也变得更加清晰 看到北先王的大军后 李峰不禁感慨说道 没想到 北先王还真来了 虽然他们早就听说了 北先王要在冬天南下 但是众人心中 一直在想着 北先王会不会最后放弃南下 天气越来越冷 北郡都已经在下雪了 草原上恐怕要更冷 在这种情况下 北先王的确是有可能 放弃南下的 不过北先王还是来了 陆尘此时面带笑容 看着远处的蛮族大军说道 他要是不来的话 本王准备的这么多礼物 都没地方送 本王就怕他不来 此时木长天问道 王爷 天光城的地形比较开阔 如果一开始使用轰天雷 很可能直接把蛮族大军吓退 到时候 他们若是想要逃跑 我们恐怕很难留下他们 当初 他们之所以 能够剿灭天狼王部的三十万大军 完全是依赖于万宁河谷的地形 天狼王的大军 进了万宁河谷后 黑骑兵把河谷一堵 两边都是高山 蛮族骑兵就没地方跑了 但是天光城不一样 天光城周围都是草原 一旦北先王的大军溃败 仅凭五万众骑兵和北军这几万常规步兵 是很难把他们留下来的 第167章 北王不讲武德 听到沐长天的提醒后 陆尘扫视了一眼远处一望无际的草原 沐长天说的没错 想要枪北先王的十几万人全部留下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旦蛮族大军溃败 他们从任何一个方向都能够逃跑 而且蛮族是轻骑兵 飞骑兵这种重骑兵 在追击敌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优势 大概率追不上北先王的士兵 陆尘此时扫了一眼天光城的城墙 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若是北先王的大军能够全部进入天光城 到时候城门一堵 问中桌边 北先王的士兵就没办法逃跑了 不过北先王有十几万人 想要将他们引进来恐怕并不容易 而且他们不一定会上当 北先王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看到城门开着就往里面钻 想到这里 陆尘愣了一下 一个敢在冬天带兵南下攻打北郡的人 还会害怕一个小小的天光城吗 如果是北先王的话 他说不定还真的有可能往城里钻 陆尘随即说道 打开城门 所有人立刻躲起来 听到这话 穆长天瞬间明白了陆尘的意思 陆尘这是打算请军入瓮 然后再把城门一关 关门打狗 不过就是不知道北先王会不会上当 陆尘继续说道 立刻派出一支骑兵 假装撤退 穆长天说道 是 王爷 紧接着 城墙上的士兵都躲了起来 只有暗哨在盯着城外 而穆长天也刻意安排了一些骑兵在东门等着 只要北先王的大军过来 他们就立刻装作一副弃城逃跑的样子 没多久 北先王率领着十几万蛮族骑兵出现在天光城外不远处 看到城墙上只有头是撤 没有人 并且城门大开 北先王便大笑起来 看样子 天光城的守军知道我们来了 所以干脆直接撤退了 就在这时 北先王的心腹大将说道 大王 我听说当初天狼王南下攻打北郡的时候 北郡也没有守天光城 北王把北郡所有的军队都撤到了燕城 结果天狼王在万宁河谷遭遇了埋伏 最终才导致了三十万大军覆灭 就在这时候 蛮族的斥候士兵回来说道 大王 东门出现了一队大下骑兵 他们直接往南边逃跑了 听到这话 北先王的一个心腹大将立刻说道 大王 我这就带兵去追击那些大下骑兵 保证让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北先王立刻抬手制止说道 不用了 跑就跑吧 一些小鱼小瞎罢了 燕城那个小崽子 估计又想像上次对付天狼王那样对付我们 不过 他也太小看本王了 我们先在天光城休整几天 再想办法攻打燕城 北先王看了一眼眼前的天光城 此时 天光城的城墙上连北王府的旗子都没有 北先王随后说道 进城 在北先王看来 大下的士兵是害怕他 所以都已经往南逃了 他也懒得浪费时间派斥后进城打探情况 直接进去就行 他们在穿越草原的时候 士兵们已经无比疲惫 现在急需要休整 在天光城外面扎营休整 还不如直接占领天光城 在城中生火做饭 论抵御寒冷 他们的营帐肯定是比不上大下人的土房子 对于此时的北先王大军来说 天光城有很大的诱惑力 此时的路程通过暗哨发现 北先王居然真的直接带着大军就往城里钻 他都愣了一下 连斥后都不派 就这魔直接进城 这是完全没有把北军放在眼中啊 北先王还真是狂傲自大 也难怪他敢在大冬天的带兵南下攻打北郡 的确符合他的个人性格 路程这时候对身旁的人说道 准备战斗吧 刚才他还担心北先王不会上当 没想到别人压根连怀疑都没有怀疑 直接就大摇大摆地进城了 既然客人都进来了 那他们准备的礼物也该拿出来了 北先王此时还完全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降临 他穿过天光城的城门后 看着天光城内的空荡荡的建筑说道 大厦还真是养了一群鼠辈 本王的大军都还没有吹响号角 他们就被吓跑了 天狼王部落居然会败在这样的敌人手中 天狼王还真是一个废物 若是把那三十万大军交给本王 说不定本王都已经打到大厦的京城了 北先王越说越觉得生气 他借了几万士兵给天狼王 结果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 反而自己看上的女人 还被北郡的那个小宅子给抢走了 这让他心里怎么舒服 此时 北先王的心腹大将说道 大王 等咱们打下北郡后 咱们要在北郡建国吗 北先王哼笑了一声说道 建国 建什么国 本王可不像天狼王那个蠢货 总是做一些白日梦 本王要真的占领了北郡 到时候大厦必然举国之力来攻打本王 本王来北郡 只是把天狼王承诺本王的东西带回去罢了 天狼王部落迁移到北地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每年他们都会南下劫掠 也没有见到天狼王部落打下北郡 北先王也知道 大厦对土地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占领北郡的土地 一旦大厦朝廷反应过来 大厦肯定会派大军北上 所以北先王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抢女人 抢粮食 抢物资 只要达到目的 他就会立刻撤退 不会在北军待太久 回了北地 大厦军队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前锋的蛮族士兵来到北先王的面前 大王 我们发现天光城内还有马匹 他们连马都没有带走 听到这话 北先王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大厦人果然都是一群废物 看来他们逃跑得太匆忙 天光城的物资都没有带走 正好可以作为我们的补给 走 带本王去他们的军营看看 本王倒要看看 他们给本王留下了什么好东西 随即 北先王带着大军 朝着天光城的内城继续前进 就在北先王的十几万大军 进入天光城后 突然天光城的大门关闭 满族的士兵很快发现了北军关门的士兵 察觉到不对劲后 满族的士兵立刻吹响了号角声 听到后方传来号角声 北先王顿时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 他随即调转码头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还没有等人回答北先王的问题 他们头顶就出现了一些铁球 满族士兵们瞬间反应过来 嫡媳 咱们上当了 大厦士兵没有逃跑 小心头上 一时间 北先王的十几万大军乱成一团 北先王此时已经反应过来 得知大厦军队不仅没有逃跑 反而包围他们 北先王不禁冷笑了一声说道 鼠辈就是鼠辈 以为搞这种阴谋诡计 就能够打败本王的大军吗 随即北先王大喝一声 全军戒备 随本王冲杀 话音落下 北先王身边的传令兵便拿出号角 吹了起来 呜呜 号角声在天光城的上空回荡 紧接着北先王的士兵也很快安稳了下来 然而还没有等北先王他们找到敌人 那些落在人群里面的铁球轰然爆炸 轰天雷爆出的无数铁片 直接穿透了蛮族士兵的皮毛衣服 一颗轰天雷在人群中爆炸 一炸就是一大片的蛮族士兵倒下 看到这一幕 北先王顿时傻眼了 此时 北先王的大军再次变得无比混乱 天哪 这是什么武器 天雷 是天雷 北郡有先人 快逃啊 我不想死 看着混乱的大军和被炸飞的士兵尸体 北先王整个人都猛了 那铁球到底是什么武器 魏石魔威力会如此巨大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北先王回过神来后 联盟说道 随本王突围 随即北先王大军调转方向 朝着城门的方向冲去 打算冲出天光城 北先王就算再傻 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他总算是明白了 魏石魔天狼王的三十万大军会栽在北郡 栽在北王的手中了 那种恐怖的武器根本就不是人力能够战胜的 北王不讲武德 此时 号角声依旧在天光城的上空回荡 而号角声中 还夹杂着震天响的鼓声和轰天雷的爆炸声 一时间 城中的蛮族士兵感觉他们的耳朵都聋了 他们只感觉 耳朵嗡嗡嗡的响 除此以外 再听不到其他声音 蛮族士兵都被吓破了胆 他们疯狂的冲击着城门口的北郡士兵 但是不巧的是 城门口的轰天雷是最多的 不仅有轰天雷 还有上次路程没有用完的榴弹炮 122毫米榴弹炮的威力 可比轰天雷的威力大得多 无论蛮族士兵冲多少过来 前面基本上一倒一大片 磨多久 蛮族士兵的尸体 都堆成了一个小山 因为轰天雷的爆炸声 蛮族士兵的马 也被吓得不再受蛮族士兵的控制 很快 他们的骑兵阵 就彻底被打乱 天光城内 再次出现了 像上次天狼王攻打北郡时的那种 大规模踩踏 不少蛮族士兵 被伸下的马 摔倒地上后 然后又被其他士兵的战马给 直接从身体踩过 随即不计其数的蛮族士兵 被他们自己的人战马 给踩得面目全非 看到满天飞的肢体 北先王整个人的大脑 都处在一片空白状态 他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大厦会拥有这么恐怖的武器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厦 拥有这种大杀器 与此同时 在城楼上 陆成冷漠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陆成身边的萧鹏天两个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战场画面 但是他的脑海中却不断地回放着天狼王三十万大军攻打燕城时的回忆 那天傍晚 他们蛮族的士兵也是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想到那个画面 那些回忆 萧鹏天壮硕的身体也不禁有些颤抖 甚至于他的额头上不停地冒着冷汗 当初他们怎么就想不开跑来招惹北王 这真的是战争吗 这已经不能够算是战争了 最起码不是他印象中的战争 这就是一边倒的屠杀 被轰天雷炸的蛮族大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就如同人类杀鸡鸭那样 他们只能够疯狂逃窜 陆成这时候扭头看向一旁的萧鹏天 发现萧鹏天的忠诚度直接长到了九十五 见萧鹏天脸色苍白地盯着远处的战场 陆成问道 萧将军 你很冷吗 怎么身体一直抖个不停 听到陆成这话 萧鹏天这才回过神来 他立刻回答说道 回王爷 陈不冷 入尘淡淡地说道 也是 你额头都出汗了 应该是不冷的 毕竟是宗师 再冷的天也能够用护体钢器 隔绝寒冷 萧鹏天吻了 吻口水说道 王爷说的是 萧鹏天此时突然想到什么 于是立刻半跪下来说道 王爷 陈肯请出战 陈这就去将北先王的首级取下来 献给您 天狼王部落加入北郡之后 萧鹏天就一直在想办法证明自己的忠诚 他可不想再被轰天雷那样的武器炸了 之前没有战争 北郡也没有什么大事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表忠诚 现在机会就来了 只要杀了北先王 他就能够向北王表忠心 听到萧鹏天这话 陆成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说道 萧将军的好意本王心灵了 不过不必这么麻烦 说到这里 陆成立刻扭头 对着不原处倒固榴弹炮的穆金武说道 穆校尉 给本王瞄准北先王轰 穆金武立刻大声地说道 收到 随即穆金武让士兵装填炮弹 他调整榴弹炮 对准了北先王所在的位置 而陆成也凭空拿出了巴雷特 直接瞄准了北先王 看到陆成凭空拿出东西 萧鹏天再次愣住 不知道为时魔 看到陆成手上的黑色棍子 一样的东西 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里 很显然 这是和榴弹炮一样可怕的武器 只不过他不知道 这是什么武器而已 就在这时 穆金武直接对准北先王所在的位置 拉动了炮栓 下一刻 一颗榴弹 直接落到了北先王的头上 北先王好歹也是一个宗师 他瞬间 就感知到了危险的降临 看到头顶那个圆柱体金属 越来越近 北先王瞬间想到了刚才爆炸的那些铁球 他赶紧用护体钢器护住自己的身体 然后连忙从马上跳起来 直接一跃而起 跳向后面 就在他以为自己躲过了袭击时 随着 钢 得一声枪响响响响起 他顿时感觉自己胸膛一阵冰凉 北先王不敢相信的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 发现自己的胸膛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 还没有等北先王搞清楚状况 他整个人就从空中落到了地上 死不瞑目 第168章 灵伤王的战争 看到北先王被陆臣一枪击杀 萧鹏天顿时感觉自己的后背一阵发凉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北王手中这棍子一样的奇怪武器和轰天雷一样恐怖 北先王虽然年纪比较大了 但他好歹也是宗师啊 一个宗师 连敌人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这魔被人在这么远的地方杀死了 可怕 太可怕了 此时的萧鹏天有些庆幸 还好他已经投靠了北王 若是上次 他在离开北郡回天狼王部落的时候起了歪心思 直接在天狼王部落称王 并且带着天狼王部落跑路了 没有来北郡的话 那今后说不定 他还会在战场上 和北王的军队遇见 到时候 搞不好 北王就会 这魔给他来一枪 一想到北先王胸口 那个巨大的血窟窿 萧鹏天就感觉自己的胸膛有些刺痛 他可不想再被北郡的这些恐怖武器轰炸了 这时候 陆臣扭头看着萧鹏天说道 萧将军 接下来 就麻烦你收拾残局了 听到陆臣的声音后 萧鹏天这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他连忙半跪下说道 臣尊命 萧鹏天自从加入北郡之后 陆臣就招受了一些天狼王部落的蛮族士兵 人不多 但是也有七八千 这七八千人之中 有不少都是赤后兵 主要是帮助陆臣 掌控整个北地草原的一举一动 不过也有五千人是亲戚兵 萧鹏天 好歹已经投靠了自己 他不能够一点士兵都不给萧鹏天留 让他做一个光感将军 他还怎么为自己效忠 所以这五千蛮族亲戚兵陆臣就交给萧鹏天率领了 陆臣也看出来了 萧鹏天和这五千蛮族士兵一直想要一个机会 一个向自己表忠心的机会 本来陆臣可以直接让黑骑兵冲进去结束这场战斗的 但是陆臣最终还是决定给萧鹏天他们机会 他们手上只有沾染了蛮族的鲜血 才能够让他们心里安心 也能够让北郡的其他人安心 到时候 这些蛮族亲戚兵才能够更容易融入北郡的军队中去 接到陆臣的命令后 萧鹏天就一跃而起 直接从城墙上跳了下来 然后率领他手下的五千亲戚兵 直接冲向北先王的大军 这时候 城墙上的士兵已经没有再扔轰天雷了 北郡的步兵方阵开始围拢 而文人烈和轩元臣率领的黑骑兵并没有进入战场 他们率领的黑骑兵就守在城门口 冷漠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北先王的士兵 现他们大王都已经死了 并且 北郡的士兵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 一个个背下的脸色苍白 不知所措 此时 他们看到远处一只青骑兵冲了出来 一看到这只青骑兵 北先王的蛮族士兵就知道 他们已经逃不掉了 眼看着肖鹏天率领的五千蛮族青骑兵 就要和北先王的蛮族大军正面接触时 一个北先王的蛮族大将突然大声说道 我们投降 别杀我 听到这话 肖鹏天的马差点都没有杀住 他都打算直接挥刀了 结果对方说 投降了 听到那个蛮族大将的话后 其他蛮族士兵瞬间回过神来 他们连忙将自己手上的武器纷纷丢弃 然后从马上下来 跪在地上 这 肖鹏天顿时一肚子的火气 按理说蛮族投降了 对北郡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毕竟他们可以减少伤亡 不用死人了 毕竟是战争 无论战场上优势大不大 只要是贴身战 必然就会死人 上次万宁河谷那场战役 北郡在取得了这摩大优势的情况下 还是死了几万人 如果北先王大军没有投降 不说几万人 反正死几千人是肯定的 一下子减少了这么大的伤亡 身为统治者的陆臣来说 当然是高兴了 但是肖鹏天和他率领的五千亲戚兵 脸色就不好看了 奶奶的 他们正打算杀蛮族向北王表忠心 结果这群家伙就投降了 他们要是投降了 他们手上还怎么沾染蛮族的鲜血 来向北王表忠诚 肖鹏天黑着张脸 看着眼前的蛮族大将 虽然心里很不高兴 但是肖鹏天还是说道 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说到这里 肖鹏天冷哼了一声 然后对身后的士兵说道 打扫战场 看到蛮族士兵都放下了武器 城楼上的穆长天等人都不禁叹了口气 这就是火药带来的战争变化 如果是以前的话 这十几万北先王的蛮族大军 即便是被围住了 他们肯定也会拼死挣扎 想办法冲出包围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被轰天雷震魔一炸 他们心中只有恐惧 那里还有什么战斗意志 这魔大的一场战争 最后居然以北军临伤亡结尾 这种战果要是报上去 朝廷肯定都不会相信 别说朝廷不会相信了 连北军的士兵们站在城楼上 都感觉现在像是做梦一样 这可是十几万蛮族大军啊 结果他们一个人都莫死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此时 穆长天来到陆臣的面前 然后问道 王爷 这战报要怎么写 林伤亡这种战报 要是传到朝廷 朝廷那些官员 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这个不用多想 他们相不相信 先不说 若是真让朝廷知道了 他们林伤亡 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知道 北军是如何做到 面对十几万蛮族大军 还能够临伤亡的 这对于北军来说 并不是好事 所以 这次的战报 并不是那么好写的 听到穆长天的问题 陆臣沉思了片刻 随后说道 把那些蛮族士兵的衣服 都给本王扒了 全部换成是北军士兵穿的衣服 说到这里 陆臣扭头对一旁的锦衣卫千户说道 去燕城 让林修明半个月后 带着朝廷的两万骑兵来天光城 就说战争非常惨烈 需要他们的帮助 是 王爷 话音落下 那个锦衣卫千户便离开了城楼 听着陆臣这番话 穆长天等人都有些猛 王爷这是想干石魔 就在这时 文人烈和轩元臣 直接从城外的马匹上 一跃而起 跳到了城楼上 陆臣这时候 又对轩元臣和文人烈说道 轩元将军 文人将军 你们直接带四万众骑兵 押送这些蛮族俘虏回燕城驻地 轩元臣和文人烈立刻说道 是 王爷 陆臣继续说道 北先王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 本王率领五万黑骑兵 和蛮族大军熬战 黑骑兵死伤四万余人 普通士兵死伤无数 最终本王艰难 守住了北军 北先王率领残部退回草原 听到陆臣这话 众人瞬间明白了陆臣的用意 陆臣这是打算瞒报军情啊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别人瞒报军情 是恨不得把自己的战功 往天大的抱 恨不得说自己杀了几十万蛮族士兵 但他们瞒报军情 反而要伪造自己的士兵 大量伤亡 陆臣这时候叹了口气说道 北帝要是没有点敌人 本王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说到这里 陆臣扫了一眼远处那些北先王的蛮族俘虏 北帝的天狼王部落已经没了 现在北先王大军也败了 如今北郡已经没有大敌 若是北郡没有了敌人 那北郡还需要十五万大军吗 一旦他们上报 北先王已经被他们灭掉 朝廷接下来要做的事 肯定是想办法让北郡减少士兵数量 所以 这次的战功肯定不能够如实上报 听到陆臣的话 慕长天他们也明白了 陆臣这是什么意思 的确 若是北郡 没有了北先王这个敌人 没有了蛮族的威胁 那北郡的十五万士兵的军队数量 就会成为朝廷的眼中钉 肉中刺 今后朝廷会想方设法的 削减北郡的军队数量 当然 他们也可以选择隐藏军队 瞒报军队的数量 但是陆臣不打算这么麻烦 就算再隐瞒 北郡只要没了敌人 朝廷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他身上 别人的关注点在你身上 你再怎么隐瞒军队数量 都是没用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朝廷那些吃饱了没事钱的人 不要一直盯着北郡的军队 现在上报北郡 死了四万众骑兵 朝廷方面 肯定就不会再想着北郡 还有几万的众骑兵 即便他们的重装铠甲 还在 但是培养众骑兵 也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不是说 你穿上重甲 你就能够发挥众骑兵的战斗力了 再加上 北地还有蛮族 朝廷自然就不会再把北郡放在眼中 要不了多久 人们就会把关注点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穆昌天这时候说道 王爷 林修明恐怕能够看出来 那些身穿大厦衣服的人 是蛮族 穆长天还以为 陆成是将蛮族士兵的尸体衣服 全部换了 然后让林修明 带着两万大军 来打扫战场 清理尸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陆成的计划 岂不是就暴露了 蛮族和大厦人 虽然长得相似 但是也有些许的不同 像他们这种 和蛮族战斗过的人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人是不是蛮族士兵 林修明虽然年轻 但是好歹也是和北地的蛮族 打过好基障的人 就算把蛮族的衣服给扒了 他也能够认出来 这个人是不是蛮族 这要是被林修明看出来了 到时候 他再写个战报送上去 陆成的计划 岂不是就泡汤了 听到穆长天这话 陆成笑着说道 穆将军 你该不会是一位 本王让林修明 和朝廷的两万大军来收尸吧 穆长天愣了一下 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让林修明 这个朝廷派来的将军 亲自看一看死的人 他们的战报到时候 怎么会有人相信 穆长天还以为 陆成是故意让林修明 和朝廷大军来打扫战场 然后就是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士兵死了很多人 陆成淡淡地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把这些尸体全部埋了救世 本王让林修明过来 只是想要让朝廷知道 北郡的情况不容乐观 雪越下越大 到处都有积雪 林修明带着朝廷的两万大军 要来天光城 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本王本就让林修明 半个月后再来天光城 这怎么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林修明才会到达天光城 等他们到达天光城 这些蛮族士兵的尸体 都已经冻成冰驼子了 怎么可能让他们来打扫战场 到时候 他们想要验证北郡的战报 是真是假 让他们挖坟去 本王不相信 埋了一个月的尸体 他们还能够看出来 是蛮族士兵的尸体 虽然冬天到了 尸体的腐烂速度 会变得非常缓慢 但是埋在土里的尸体 终究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到时候 林修明他们 要是真跑去挖坟 挖出来是蛮族的尸体 尸体的表面 也已经破坏了 或者沾染了土壤 本来蛮族人 和大厦人的区别就不大 他们如果真挖坟 挖出来蛮族的尸体 林修明敢说 这是蛮族的尸体吗 而且人死未大 更何况 这些士兵名义上 都是北郡 为大厦战死的 林修明怎么可能 敢去挖他们坟 陆尘这时候 又扭头对文人烈 和轩原尘说道 两位将军 在押送蛮族俘虏 回燕城的时候 尽量在晚上行军 不要让燕城的老百姓 注意到你们的行动 轩原尘说道 王爷放心 尘到时候 就将这些蛮族俘虏 伪装成燕城 原本就有的蛮族俘虏 让他们看起来 就好像是被送去挖矿的 听轩原尘这么一说 陆尘就放心了 他继续说道 对了 你们回去的时候 记得把仲甲给卸了 免得被人看出来 薛原尘说道 是 王爷 陆尘随即说道 好了 就这样吧 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 陆尘话音落下 慕长天他们这些将领 便回到各自率领的士兵面前 指挥士兵打扫战场 半个月后 玄月宫某酒楼 林修明坐在酒楼包间里面 独自一个人喝着小酒 看着窗外的大雪 身为一个支援北郡的抵御蛮族南下的将军 天光城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他完全不知道 他感觉自己就是来公费旅游 看北郡的血景的 林修明叹了口气 如果让他率领大军去和大午作战 现在都不知道已经立了多少军功了 让他来北郡 真是屈才了 北郡有北王的重骑兵 那里还需要他 就在林修明叹气时 一个成熟女子的声音在林修明的身后响起 让你来北郡还委屈你了 每天都跑来酒楼喝酒 听到这话 林修明扭头一看 发现居然是林婉云 林修明好奇地问道 云姐 你怎么还在北郡 玄月宫的公主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第169章 感到愧疚的林婉云 听到林修明这个问题 林婉云轻声说道 公主回去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玄月宫的公主 说到这里 林婉云打亮了一眼林修明 随即继续说道 北王让你待在燕城不好吗 天天跑来玄月宫的酒楼 借酒交仇 林修明笑着说道 云姐 你是女人 不了解男人的想法 如果可以的话 我才不愿意来北郡 还是不说我的事情了 我有一件事正好要跟你说一下 林婉云疑惑地问道 什么事 林修明笑着问道 你现在应该还在北王府吧 虽然林婉云只是林高远收养的义女 但是林修明和林婉云的关系 还算比较和睦 林婉云曾经还教过林修明练武 尽管林婉云如今已经离开林府 加入了玄月宫 但是他们两个见到后 有什么话都可以明说 别没有觉得对方有多生疏 林婉云回答道 我现在是北王府内院的护卫副统领 听到林婉云这话 林修明有些惊讶 他没有想到林婉云这玄月宫的人 居然成为了北王府的内院护卫副统领 虽然只是一个副统领 但是这也足以证明北王对林婉云 对玄月宫有多么信任 毕竟林婉云是玄月宫的护法 代表了玄月宫的利益 林修明说道 没想到北王居然这么信任玄月宫 想必北王和玄月宫有什么合作吧 林婉云顿时警惕起来 他随即问道 修明 你问我这些问题 该不会是我义父让你来打听的吧 林高远现在是朝廷的左相 他属于大夏朝廷的人 而林修明又是林高远的儿子 林修明突然问玄月宫的事情 这不得不让林婉云怀疑 是不是自己义父想要知道一些什么 或者说是夏皇想要知道一些什么 然后让林修明来试探自己 林修明立刻说道 这倒不是 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 对了 爹让我跟你说 你今年已经三十几岁了 是时候嫁人了 他觉得北王就很不错 正好 你在北王府内院当护卫统领 可以和北王联络联络感情 听到林修明这番话 林婉云美眸一台 柳眉微皱 倍感无语地说道 义父真是这么想的 北王才十七岁 我今年都三十几岁了 怎么可能嫁给北王 我和北王的母亲 可是一接金兰的姐妹 要是嫁给她 辈分岂不是乱套了 义父在想些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现林婉云的反应这么大 林修明笑着说道 姐 那个天狼王的王妃 不也年纪很大吗 她不也嫁给了北王 三十几岁算什么 爹说 北王从小缺爱 就喜欢年纪大的成熟女子 你看楚雨晴 不也年纪很大了 一样待在北王府 林婉云立刻说道 我不管义父是怎么想的 你回去和他说 让他尽早打消掉 这种荒唐的想法 既然我已经选择 加入了学月宫 这辈子 就没有打算嫁人了 更别说嫁给北王这种 比我小十几岁的男人 林修明耸了耸肩膀 随后说道 好吧 我回去后 和爹说一声你 不愿意嫁给北王 说到这里 林修明提醒道 姐 虽然你现在是学月宫的人了 不过 我还是提醒你一句 爹已经打算支持北王了 若是学月宫 要对北王不利的话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听到林修明这话 林婉云 微微愣神 他困惑地问道 我记得 义父从来不参与跟夺底有关的事情 他怎么会支持北王 林修明淡淡地说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他发现 北王的潜力 要比其他几位更大吧 这也是魏师魔 他想让你嫁给北王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 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林家 你要嫁给谁 不是爹能够决定的事情 顶多就是你出嫁的时候 可以把林家当为妙嫁 林婉云只是林高远的一女 再加上 他已经离开了林府 他是完全有能力 决定自己的人生大事的 林高远想让他嫁给陆臣 也只不过是林高远的个人想法 林婉云愿不愿意 完全就是林婉云说了算 不过 若是林婉云真的愿意嫁给陆臣的话 那到时候 林婉云出嫁 肯定就是以林高远女儿的身份 嫁给陆臣 这对于林家来说 就是一场政治联姻 听到林修明这番话 林婉云有些庆幸 自己还好 已经离开了林府 成为了玄月公的护法 如果他要是现在还待在林府的话 恐怕自己的婚姻大事 就不是他能够做决定的了 正当林婉云 打算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一个士兵敲门说道 将军 王爷敌人找您 听到这话 林修明愣了一下 他在北郡已经待了这么久了 北王还从来没有派人来找过自己 难不成北边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北王想让自己回去了 想到这里 林修明立刻说道 让他进来 林婉云正要回避 秦玉山直接推门进入 他打量了一眼林婉云 并没有把林婉云放在心上 随后又扭头看着林修明说道 林将军 天光城的战事不容乐观 王爷让你立刻率领朝廷的两万大军北上 抵御蛮足 听到这话 林婉云和林修明同时愣住 战事不容乐观 这怎么可能 上次北王率领的五万众骑兵 将天狼王的三十万大军都给灭了 怎么可能连北先王的二十万大军都对付不了 真的假的 林修明随即问道 秦前辈 天光城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秦玉山直接说道 王爷的黑骑兵死伤四万余 也仅仅只是将北先王的大军给打退了 目前北先王的大军还时不时的南下袭扰天光城 天光城的守军已经疲惫不堪了 急需要你们前去换房 这 听到秦玉山的话后 林修明整个人有些猛 北王的重骑兵就这么灭了 开什么玩笑 虽然重骑兵在草原上和青骑兵战斗没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也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劣势 北先王的大军想要吃掉一只五万人的重骑兵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会死伤四万余 死伤四万余就等于是说这只黑骑兵已经彻底废了 可能吗 秦玉山的话中处处都透露着诡异 不过林修明现在也不敢确定 这话一定就是假的 虽然重骑兵的战斗力的确很猛 但是战争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 比如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 北王居然能够打败蛮族的三十万大军 所以想要知道这个消息的真假 还是需要前往天光城 正好北王已经让他们北上 他们很快就知道 这消息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林修明立刻起身说道 我这就率领士兵北上 说到这里 林修明便拿出银子放在桌上 然后直接带着自己的士兵回到了他们的临时军营 林修明走后 林修明也赶紧将刚才他听到的这个重磅消息传向了玄越宫 那可是五万众骑兵 说磨就没了 北郡好不容易强大起来 这模块又回到了过去 这对于北郡来说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是对于玄越宫 对于陈婉荣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总算是让玄越宫抓到了能够帮助北王的机会了 以前北王一直放着玄越宫 就是因为北郡已经有五万重骑兵 已经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 所以根本不需要再依靠玄越宫 入城自己就有那个实力参与夺敌 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北王的重骑兵没了 虽然重骑兵的铠甲可能还在 但是要训练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重骑兵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不是一两个月 一两年就能够训练出来的 在黑棋兵重建的日子里面 北郡就比较虚弱 大夏朝廷 以及大夏的那些藩王 绝对不允许北王重建黑棋 北王迫于压力 很大概率会选择和玄越宫合作 这么一来 陈婉荣就有机会接近陆臣 并且给陆臣下勤鼓 不过不知道魏石魔 林婉云在让人将这个消息送出去后 心中却并没有很高兴 此时林婉云看着窗外的飞雪 脑海中不停地回放着有关陆臣的记忆 最近这段时间一来 他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真的要为了帮助陈婉荣复国 然后伤害自己好姐妹的亲生儿子吗 虽然陆臣在他的心中 没有陈婉荣对于他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陆臣真的出了什么事 自己死后还有脸面对楚月吗 当年如果没有楚月 他很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他也不会成为林高远的义女 他和白青青的绅士非常相似 都是被楚月在大街上捡到的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白青青和他相似 因为他要比白青青更早遇到楚月 他唯一和白青青的不同就是 他被送到了林府 成为了林高远的义女 而白青青则是被楚月带到了皇宫里面 给陆臣当丫鬟 虽然他和白青青去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楚月对他不比对白青青差多少 他在林府的日子 楚月经常来看他 他们的关系无比的亲密 楚月救了他一名 选把他当成是亲妹妹 结果现在自己却要伤害他的亲生儿子 一想到这里 林婉云内心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 此时此刻 林婉云彷扶在漫天飞雪中 看到了楚月的影子 楚月似乎在对着他说着什么 林婉云整个人呆在原地 试图听清楚楚月对自己说的话 在他迷迷糊糊时 他的耳边好像真的传来了楚月的声音 云云 帮我 照顾好 陈儿 林婉云心里一正 猛然回过神来 此时窗外依旧大雪纷飞 只不过已经没有了楚月的身影 林婉云微微叹了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最近压力太大 不仅出现了幻觉 还出现了幻听 林修明回到军营后 便召集士兵 清点完士兵后 连夜就北上了 他不知道天光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不过北王既然都让他北上了 那很可能说明北边的情况的确不太妙 他是朝廷的人 代表的是朝廷 北郡有这么多的秘密 让他北上的话 北郡的那些秘密 很可能就会被他和朝廷的大军看到 所以 北王才会一开始 让他们在燕城留守 如果不是情况特别紧急 北王是绝对不会冒着 暴露北郡那些秘密的风险 也让他北上 此时的林修明 也严重怀疑 是不是北王的五万众骑兵 真的已经打光了 如果真的打光了 他得抓紧时间 赶紧北上 这可是他立战功的好机会 上次他跑来北郡 给北王搬尸体 回到京城后 他可是遭到了不少朋友的嘲笑 说他是搬尸工 这一次他来北郡 怎么也要立点军功回去 要是这次 又是空手回京城 他岂不是要被人嘲笑 他是运输工 至于天光城微不危险 这已经不是林修明考虑的事情 打仗就没有不危险的 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会因为这点危险就害怕不敢去战场 就在林修明一腔热血 着急着北上立军功的时候 却发现北上的路已经被大雪给覆盖了 虽然他们是骑兵 但是他们依旧很难前进 看着归宿前进的大军 林修明傻眼了 此时他不禁有些想要骂娘 北先王的脑子里面到底装了多少事 才他妈的想到在冬天南下攻打北郡 就着大雪 北先王的大军走得动吗 这时候 林修明的心腹士兵来到他面前说道 将军 按照现在的前进速度 恐怕没有一个月时间 我们很难赶到天光城啊 天光城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紧急吗 林修明皱着眉头说道 加快速度前进吧 能走多快走多快 天光城大概率是真的出事了 没办法 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只能够努力前往天光城 就在这时候 一个赤后士兵来到林修明的面前 将军 前面有情况 听到这话 林修明立刻问道 带本将军过去 随即赤后士兵立刻带林修明来到了有异常的地方 赤后说的异常 就是指雪地上的足迹和车折印记 虽然大雪已经覆盖了那些印记 但是还能够勉强看得出来 而且 这些印记 大概率就是这两天才有的 看着面前的这望不到尽头的马匹 踩过的雪地印记 林修明的脸上的表情 不断变换着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